黑車一路行駛變換車道 也不打方向燈 一路往右靠 直接撞上路邊小黃 當場180度大翻車 黑車自撞下到前面 停等紅燈的駕駛 立刻打雙黃燈下車查看 翻車事故在台中東區中校路上 23歲的無姓駕駛 不明原因撞車 引起網友任意 諷刺是不是在看手機 還是痛恨路邊停車 警方表示駕駛沒有飲酒 說是黃燈才會撞到路邊停車 但對這說法還有待釐清 在彰化台六一線北上 一七一公里處也發生 自撞翻車事故 早上九點貨龜車疑似天魚路滑 自撞護欄 整台車翻覆占據外側車道 跟路肩 輪子卡在護欄上 車頭毀損影響交通 只剩內側車道通行 當事駕駛受輕傷沒有大礙 這個駕駛只是零 車貨造勢因素 我們還在離心中 二早上十點多 國營南下園林路段 貨車跟轎車疑似發生追撞 貨車當場翻覆 橫卡占據內側兩車道 現場交通回度將近四公里 在台中市區文心路上 是差點發生車禍 轎車綠燈執行 對象不斷有轉彎車 經過路口時 對面的白車卻不離讓 硬是要回轉 差點撞到執行轎車 另外在西屯廣埔路 也有行人硬床紅燈 差點被騎士衝撞 幸好緊急刹車才沒出車禍 記者陳生偉 王軍 忍彭允飛 台中彰化 採訪不到